超娘國秀專行為超娘新台第一國秀 第一次拼電禮燈中錄 今年只有三位拼電禮燈 不可說來之後 三次拼電禮燈中錄 因為這拼電禮燈中錄 真的不簡單 來不易 小孩子很懂得珍惜 有青春好活力 因為我們已經在外面流浪了六年 今年是第一次拼電禮燈 這拼電禮燈是說我們 很奇特 特別有一家家的價值跟意義 為什麼呢 它是我們草領三胎弟子 國民小的雪地界 它也是我們校舍落成後 第一次在裡面辦的活動 第二年以前的新樂口風台 也有參與國秀 變身危險的學校 社會的學生 都必須要照當地的飯店來上課 其中今年要畢業的學生 都是一個沒多久 就對著學校四個流浪了 在今年流的這真實進度 幸好下這四個月 時間就要畢業 沒有效應是真不敢 因為才剛來沒多久而已 才半個學期而已 想要繼續念 想繼續念啊 可是人總是要長大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國中 想要離開這所美麗的小學 根本是不可能的 想要一直留在這裡 想留在這裡喔 對 可是還是要畢業的 總是要長大 這受於平衡小學的參與國秀 當然是民營費的問題 不過現在在國界 都在這裡有了新的校舍和風貌 校長的展季鳳 也有毛毛的感動 也記得對著這學校 心中的三名比例 才能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甚至去你講過 我們的目標是 孩子們畢業前 都會得到全線的獎狀 站在行中 可以看到超年的節目 校長的展季鳳 也很驕傲的表現 他們是三中最歲的國秀 雖然三名還心都很不敢離開 所以不過他們都必須要大陣 去面對人生的另外一個挑戰 其中真心 蔡陽佈套